上期说到清雪打进关东大会决赛 接下来又到了日常时间 大家好,我是全叔 首先依然是熟悉的清宫燕 这次是由博厄提出的台球比赛 老规矩谁都别想跑 不过这一次冠军的奖励是 和孙寿司吃到饱免费招待券 比赛采用酒球的规则 同时一局犯规三次就要喝下大杯红醋 对而博厄这边还自备球杆 看来是要报上司保龄球的仇 比赛过程中大家依然使出各自的绝招 毕竟只要学会网球之后 其他球类运动都不在话下 另外龙马虽然是第一次打台球 但凭他在比赛中不断进步的特性 最后竟然是龙马获得冠军 接下来讲的是一个被诅咒的球拍的故事 那天龙马在家门口捡到一个球拍 随后谁拿到这个球拍就会倒霉 逃成绝丸大师都中招了 在停电之后阿钱顺势编了一个鬼故事 大概就是最近谣传有把被诅咒的球拍 谁捡到就会遇到不幸 原因是这把球拍的主人 在参加全国大赛之前挂掉了 所以他就附身在球拍上让别人不幸 之后博恶还戴上面具增加气氛 至于海棠则是吓到不行了 其实这把球拍是哭语掉的 所以阿钱的故事都是线编的 接下来我们讲下大师 作为清学之母兼代理队长 大师的压力非常大 主要是因为自己想帮助大家 却又不知道该从而下手 他之后还找每个人都面谈了一下 结果一栏没有什么用 接着阿钱开始组织一对多训练 期间举完在一对三的时候 因为速度太快出现了一个分身 这次训练也是做给大师看的 大家已经明白大师的赛前焦虑 他们用这样的表现回应大师 不要犹豫相信自己就对了 隔天大家还收到手动的邮件 何而不同全身关注的上把 就比之前多了四个字 之后的一天河村提醒龙马 之前台球比赛的招待券要到期了 他让龙马今天要记得去 而且并没有人数限制 于是大家就跟着一起去了 这天做臭丝的是河村 同时陶城也叫了小信过来 好像是为了打听比赛的情况 因为不动风准决赛输给了厉海大 接着阿前也放出了比赛实况录像 不动风在连输了两场双打之后 压力就给到了队长橘基平 他的对手是二年级王牌切缘赤野 虽然不动风在比赛前做过调查 不过真打起来却发现一点用都没有 接着橘基平由于责任感过强 导致心理压力太大而不小心扭伤右脚 此时切缘瞄准局需要大步迈出右脚 才可以回击的位置 以局的性格自然会硬撑下去 最终局一比六输掉了比赛 而且他也因韧带受伤而住院 他叫河村给每人都做一个芥末寿司 就把这个很呛的芥末寿司当做厉害大 然后大家一起吃掉它也是决心 在招待结束之后 大家又以各自的方式回去练习了 不过隔天的训练气氛还是有点紧张 海棠和陶城都要吵起来了 这主要是他们过度紧张导致的 其实这段动画原创剧情 主要是为了展现陶城海棠双打组合 因为一些剧情需要的原因 他们两个在街边球场和关越为本对打 这主要是华村想要挖陶城 关越想挖海棠所导致的 比赛一开始陶城海棠就被压着打 一方面是由于他们配合没有默契 另一方面是关越这边压制了球路 之后龙马用激将法吐槽他们不想打赢 这就导致陶城海棠决心移至对外 感觉他们两个很吃这一套 接着他们开始帮助对方发挥绝招 最后他们赢下这场比赛 很快时间来到决赛前一天 按照惯例今天没有训练 同时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报道 都是在关注厉害大会不会三连冠 基本没有人认为清学会获胜 虽然那天并没有训练 但是大家晚上不约儿童的来学校练习 看得出他们对这场比赛非常重视 啊不过其实也不用过于紧张了 因为动画会原创那天下大雨 然后大会主办方将比赛推迟一个礼拜 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多了12集动画 按照每周一集的情况大概等了三个月 所以接下来我会简化一下剧情 首先那天切员有过来打招呼 不过更多的只是轻视而挑衅 在收到比赛延期通知后大家就先回去 原本清学队员应该回室内训练 不过伯二去医院探望了橘基平 在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过后 伯二带走了橘的手交 这个意思很明显 他会连同橘的那份一起努力 而另一边龙马也没有回去 他看到真田正在独自练习 于是就想过去跟他对决 再见识到龙马和自己一样 也可以用球击中远处落下的水滴后 真田并没有拒绝龙马的挑战 同时这场比赛也被 碰巧经过的雅九经看到 比赛开始没多久龙马就输了一局 前两个发球没接到 第三个接发球时球外被震掉 第四个则被对手回接发球得分 接着龙马的发球局也被破了 真田基本都是接发球直接得分 说实话这里表现出的差距有点太大了 真田用的都是平A龙马则直接被打蒙了 比赛结果肯定是真田获胜 这场比赛过后龙马就开始魂不守舍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场比赛 连训练都没有办法专心 因为他现在只要一打网球 就会把对手想做是真田 之后他还请荷村帮他练习 他希望荷村对他连续打出波动球 这里应该是龙马想找回 与真田对打时的那种手感 不过龙马这次连一个球都没有打回去 训练结束后雅九经来找荷村 他告诉荷村龙马和真田对打的事情 之后雅九经借走了荷村的球拍 他在街边往球场找到龙马之后 没说几句就开始发球对打 此时龙马一谈不自觉把对手想成真田 很快他就被打出了一个4比0 然而在雅九经的不断刺激下 龙马开始找回以前的自己 只是比赛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雅九经让龙马比赛时不要输得太难看 这会让他的手下败将跟着一起难堪 随后他就离开了 这样看来雅九经能还是不错的 之后由于距离比赛还要不少时间 所以龙奇教练特意安排了一场集训 地点在清景泽地区的一栋四人别墅 虽然这个别墅看起来有点老旧 不过整理一下要训练还是可以的 这个集训的内容也是蛮好玩的 首先是没收大家的球拍并封损起来 然后从基础训练开始做起 同一时间井上去采访了厉海大 他在这里看到真田他们 用高速发球机进行接球训练 其中最猛的当属真田 有一瞬间他看起来有许多只手 这里主要体现真田挥掰速度之快 回到清学这边他们也在进行接球训练 只不过大家是用手接球 这主要是为了扩大接球范围 因为如果用手都能接住的话 到时加上球拍的长度就更没问题了 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很快第一天的体能训练就结束了 晚上阿芹还给大家进行战术讲解 第二天龙七教练请来了一位特殊指导 他就是曾经出现在回忆中的大和学长 三年级生见到大和学长都非常尊敬 大和现在就独于清学高中部 因为校区是分开的所谓比较少见 那天大和带大家去山上采见笋 然后他跟龙马不小心掉到山坡下 也正因此他和龙马有了独处的时间 其实大和这次来主要也是为了龙马 他比较擅长为人拨开迷雾 大和可以在对谈中不经意间引导对方 在独处的这段时间里 他向龙马讲出了不少道理 总结来说就是要享受打网球的乐趣 而不要过分在意比赛的输赢 之后龙马彻底解开了内心的焦虑 同时也获得了大和学长的肯定 隔天大家在结束体能训练之后 终于可以开始拿球拍了 同时他们也感觉到球拍好像变轻了 接着由于英来他们买东西时听到 最近这里有大熊出没的传闻 所以龙骑教练就去找警察问情况 一般按照剧情发展呢 就真的会有一只大熊出现 而且恰好这熊和枯萎他们在一起 于是大家就用自己的绝招来对付他 顺便说下波二虽然有一招叫棕熊落网 但是对真的熊是没有用的 最后大家发现其实这熊是小偷假扮的 然后他就被警察带走了 接下来随着集训的进行 大家都逐渐展现出了成果 而在集训结束之前 龙骑教练还特别设置了一个 类似冬季两项的竞赛项目 简单理解就是一边越野跑 一边完成与网球有关的关卡 第一关是冲刺击球主要考验速度 第二关是击倒指定的罐子 抛球的时候才会说出打什么颜色 主要考验的是控球应变能力 而最后一关考验的是力道 最终大家同时冲刺抵达终点 目前来看他们基本克服了弱点 不过集训还没有结束 因为龙骑教练带着兵地来了 这主要是因为机部大爷 切好在附近的私人别墅里带队训练 所以龙骑教练就请他们来打练习赛 规则是同时进行两场单打比赛 并且是没有抢7的单盘制 这样的话就会出现6比6的平局 比赛是从兵地发球局开始 不过这次练习赛的比数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家如何进化 至于对手是抽签决定的 我们先来看橘腕对花帝 这是一场力量相差10分选述的比赛 花帝特点就是机球力量很大 不过橘腕通过双手握短拍 结婉冲击地 而且由于他的身段十分凝巧 即使握短拍也不会缩小防守范围 之后花帝就开始模仿橘腕的特技机球 从体格上讲花帝的防守范围会更大些 这就逼得橘腕使出一个 在空中连续回击两次的绝招 而且这招花帝模仿不来 因为体型的关系他已经跳不起来了 没多久居然获得胜利 另一场阿钱和日吉打成平手 不过阿钱是在负重的情况下打平的 之后轮到忍足队伯二 名户队大使 忍足被称为是兵地的天才 他前期故意让伯二看穿自己的习惯 并引诱伯二上网截击 然后他就可以像当初伯二打磁壤那样 也打出停在落脚点的球 自己的招式被对手抢先使出 这对伯二来说多少有点压力 没多久局处来到5B5平 然后他们开始宗雄落网大对决 最先失败的是忍足 这是因为伯二通过握短拍加强力道 再加上这几天的集训 伯二现在力道已经不输逃成了 动画这个解释其实有点坚强 而且最后忍足的球网竟然破了 伯二以7比5获得胜利 对了伯二的球拍往后来也崩了 至于另一场大使和名户没有打完 大使单打本来就不吃枪 他是靠着尖炉磐石的意志拿下一局 名户也被这份坚持所感动 他们两个后面就没有比了 接着轮到凤队荷村向日队逃成 凤拿手的重爆发球这次更猛了 在速度和力道上都提升不少 不过这一点荷村的波动球也是一样的 对了 凤这边也克服了之前的发球问题 这主要是在名户学长的训练下克服的 而荷村在这次集训后起脚速度更快了 接着为了破解重爆发球 荷村用冲刺波动球来接发球 这球的威力确实有点夸张 随后大使而不饿叫荷村别打了 毕竟在比赛前弄上自己不大好 另一边向日看上去好像压制的桃城 他已经克服了自己体力不足的弱点 难而这样却必出桃城和新绝招 名字叫Super Great桃城 Spacer 其实就是桃城通过力道 让扣杀球在地上延迟弹起时间 这场比赛是桃城获得胜利 最后两组是慈阳对海棠击部队龙骂 虽然海棠的回旋蛇球威力增强 不过慈阳通过将他控制在往前 而使得海棠无法使出回旋蛇球 海棠也因此显得有点急躁 好在后面被桃城给骂醒了 他们两个还真是相爱相杀 随后海棠又恢复了冷静 而且他竟然用波动球的架势 打出了威力惊人的回旋蛇球 慈阳接球时不小心被弹开晕了过去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另一场比赛了 姬布大爷临时改规则让龙骂发球 他通过第一局观察一下龙骂 然后从第二局开始逐渐发挥实力 龙骂的B字抽球也被姬布打回去 接着姬布又使出那招 迈向破灭的原物曲 虽然龙骂早就知道这一招 不过由于姬布的力道又增强了 所以龙骂一时间招架不住 没多久局处来到5比1姬布领先 此时龙骂用接球前瞬间握短拍的方式 将这个原物曲给打回去 但是姬布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坚持继续使用迈向破灭的原物曲 接着龙骂感受到姬布的力道逐渐变小 同时比分也在逐渐拉近 然而这一切都是姬布的计划 因为龙骂继续这样接球只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手腕撑不住飞掉 另一种就是突破自己更进一步 很快姬布再次使出破灭的原物曲 这次龙骂的球拍被震掉了 目前局数6比5姬布领先 因为这次比赛没有强期决胜局 再怎么打下去姬布也不会输 同时他认为龙骂的手腕已经不行了 所以他提议比赛到此为止 不过在龙骂的挑衅下比赛继续 其实龙骂的手腕一点事情没有 并且这场比赛还引出了他的潜力 最终他们打成6比6平 而且手腕先撑不住的是姬布 其实这次比赛是手腕拜托姬布的 所以兵弟本意就是要来帮助清学 晚上龙骂浪大师帮助自己练习 因为他在与姬布的比赛中 好像又领悟了新的招式 之后集训终于结束了 大家也回去休息准备明天决赛 而伯二则去医院看望橘积平 也因此他知道了厉害大的队长 姓村京士也住在这个医院里 其实姓村明天就要手术了 而且成功几率不是很高 但是不手术的话就没有办法打网球了 这件事情让真田有点动摇 接着切元在医院碰到伯二合局 切元这边是一点道歉的意思也没有 他的冷嘲乐逢让逃长差点动手 好在伯二及时阻止了 接着切元还讽刺爱叫的狗不咬人 而伯二却说刚才在叫的只有切元 另一边龙骂遇到了真田 他们两个这次准备在公园球场对打 很明显龙骂这次不一样了 此时真田说其实现在比赛也不错 不然明天他没有机会出场了 因为真田是单打一号 而明天厉害大三场就会决出胜负 讲到这里龙骂突然就不想打了 他决定明天再来算这笔账 龙骂坚信清学不会输 啊终于讲完决赛前的事情了 对了期间动画还要两个Q版故事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讲 我是全书下期来看 关东大会决赛清学对立海大 决赛当天竟然还有点小意外 我们下期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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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